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窗,我是主持雪凌 又是阿爾 贏者 矮帕 韓馬仔 今季又到了我們新番的時候 當然... 很多,怎麼辦? 臨近這個新年 大家都應該有很多時間 我們當然這次會儘量說回 適合聽眾去看哪一類型的作品 即是怎樣? 蘇雷特工組 其實是蘇雷的 當然今季蘇雷數得最多的應該就是我 和有馬二 他一直都亂看 是又看不又看 所以... 停聲,我不做節目,可以看少一半的 所以... 樹齡和有馬已經死了 當然,第一套要說 為什麼放伊套在頭上呢? 因為... 看了很多 而這一套就是在隨機抽樣裡面 第一套看,而是第一套中伏的作品 這麼大一套? 我也是拉到我們... 熱烈地討論這套 新年流流就中伏了 一開始就說 隨便畫一套 剛剛畫一套 英文字幕不知道為什麼 放在前面 第一套就按這套 然後就進伏了 什麼M字頭 有些A字頭 你怎麼畫 有些... 又有些...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潮草的問題 我是被人切 騙了 第一套要說的 應該是小熊群抽會式群抽他 就是魔法戰爭 叫喪屍戰爭 為什麼叫喪屍? 我不明白 魔法師攻擊地方之處 人們會變成魔法師 我覺得叫小鬼好一點 應該... 那些鬼來的嗎? 這套就輕小說改編了 那... 我... 聽我的朋友說輕小說 他跟我... 我覺得... 我之後已經... 不下這樣... 臭罵了他十五分鐘了 他說這套東西OK 這樣... 然後我就... OK... 不要緊了 當第一套看 應該... 他是不是還沒講完 OK 難了 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情去看 本來想著 看完之後 真是火都來了 不是喔 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情 是你舊番的人所說的 你那時候... 你那時候一路鬼都一路自己中止 我記得是 你說要正面的態度去看動畫 然後寫中止 這個是新番的時候說的 不是啊 看這套東西挺好笑的 是不是 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一開始就講... 一開始就講破碎的家庭 其實不知道是不是破碎的 你說得這麼長 總之你見到就是 家人的關係應該是很冷淡的 然後主角就說 又是這些壞烏嘩嘩的 通常呢 很多作品呢 主角說的第一句說話 其實是非常之危險 因為是一個烏嘩嘩的說話 說到都中 即是他就說 很想離開這個家 就算什麼地方 地獄都好 給他撿到 他真的... 黑衣 那如果他開頭 那這套東西就是黑衣戰身 那這套東西就是黑衣戰身 幸好他講地獄 然後還給他一個credit 叫魔法戰身 因為他裏面也提了很多魔法 嘩不得不提 然後他回到學校之後 然後又是突然之間 不知道在哪裏出現了一個少女 那個少女一開始就... 魔法少女來的 是呀 魔法少女 說就說魔法少女 什麼呀 沒有了初吻 沒有人 關魔法少女什麼事 我覺得... 魔法少女奪走了 男主角的初吻 你要知道這些吻 這些是不知道什麼惡魔的儀式 應該這樣說 這套東西也是所謂公式的套路 一開始就主角 救了這個昏圍了的魔法少女 然後這個昏圍了的魔法少女 一開始起床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殺了主角 拿槍射 不是 那是殺鬼的 那是射牆的 不是啦 一開始這一下 都沒有什麼問題 之後他講了一些設定 我就覺得 女主角這一槍就真是 他當然想失去魔力頂了 當然 還說什麼AS班 所以我開始試 然後就說 自作和實戰是不同的 當然 然後就說 中間搞就說 好像剛才阿姨華所說 無緣無故 就各自奪取了大家的初吻 這件事都不知道是什麼劇情 給我試膽 有些出包劇情 你會摸下會嘴嘴 你喜歡奪就奪 這件事 我也不在乎 然後 在這個尷尬的時刻 然後突然追殺這個女主角阿六的一班人 就出現了 當然這班人 又是所謂的魔法師 其中有一個是阿六哥哥哥 阿十 阿十 十六 這些名字幾好 八七十個仔 十九八七六四八二十 我明白 我明白 所以我的朋友 開頭 因為他偶然聽戲 的時候 就知道你不記得名字 那這套東西應該適合你的 而不是阿六就是阿十 真的很難怪 想問你 阿龍九在哪裡 龍九 OK啦 他們的目標應該是想 我不知道他們是想怎樣對阿鹿這位女主角 但很顯然他們的勢根本是想對壞她的 即是好像敵對一樣 敵對 說了敵對 不同組織 不同理貌 固然 他們想殺她 當然他們用的方式 當然男主角作為一位劍道部的承認 他的劍道就很強很強 強度的程度是甚麼呢 強度的程度是可以用一把竹刀去對峙一把鐵刀 那把是斬斬多一點的 其實這裏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 那把竹刀並不是普通的竹刀 那把是鋼製的竹刀 第二 對手那把大劍絕對不是普通的大劍 是吹氣大劍 還有第三 第四個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 就是主角的技巧高到不行不行 他只是打擊了這個大劍的執步 他是沒有跟他的利印去交通 他真的沒有病 你有沒有看的 十字要十字要劈的 你有沒有看的 只是劈到噴噴聲 只是這個畫面上他的速度太快 你看得不清楚 那我又想問你那些噴噴聲是怎樣來的呢 他後面那一部MPV 有背景音樂嗎 自大的VGM 當然 你有沒有看白師 正如我們說銀魂說 白刀可以出醬油 為何白刀不可以有MPV功 沖田白刀是有MPV功 所以這把竹刀絕對可以做到 當然 第一個可能性其實就已經解除了 因為在我們這個畫面上顯示 這把竟然是一把竹刀來的 真的竹刀來的 而第二個可能性就是這把所謂的吹起的鐵刀 都是沒有可能性的 因為他一斬到牆上 牆上是爛了的 但白刀都不跳 那沒有關係的 你牆上可以豆腐做的 沒有問題 你知道嗎 以前香港的樓房裡有發泡膠的 所以很合理的 絕對沒有問題 新年這麼多人 趕快去連銷馬達吹起刀回來玩一下 多應景 是的 這個問題我們也解釋不到 當然 我只能夠說這個是製作抗衡 有解釋的 主角除了梅妙魔法之後 就有一個叫強化魔法 不是 捉刀和魔法 他明明學了一回地魔法 而主角為何可以用竹刀和他抗衡 就是因為 不是 應該說首先要條件 為何主角覺得竹刀可以跟那些真劍抗衡 因為他覺得他超強 不是 那因為 他一眼就看出對面那把肯定是催棄大劍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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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那是脆氣的嘴唇 不是 你學鑑定師 萬能鑑定師Q 這個人真的把斬盤都這麼大 他四回下沒有人查 一個字 沒有重量的 都是假的 當然在這場裏面 因為主角靠覺醒了的魔法師能力 回比魔法的能力就是 其實回比魔法應該是一個魔法系列的統稱 他在這個統稱下 他的能力就是先度 簡單來說 他就是一個偷看劇本 這是一個想回魔法 這個能力簡單來說就是偷看劇本 他已經偷看了不知多少個劇本 其實由他中魔法一見到百刀 我就知道你是催起大劫 沒錯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怎樣去貫穿夜行者的解讀 當然OK 不要緊的 接著在他們的打鬥期間 考慮了就是 男主角的兩位好朋友 青梅竹馬 一位自稱是他女朋友 一位是他女朋友 原來有 有 有 發生了很不幸的事件 就是魔法的榴彈 全部不知為何就傷到這兩位的人 那些菌來的 其實不是榴彈來的 是想射他們兩個人 擺明都想把他們兩個都見到 而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一開始就 敵方 一開始就看到男主角那兩位 青梅竹馬 和好朋友那時候就以為是阿鹿的同黨 我給你一個名字好嗎 一個叫十三一個叫五十 一個叫五十 我記得這個叫一三的 你不要弄我 是女主角我不多記得 五十 我覺得你記得一三的原因 因為它是去年的年份 你還在寫那個日子 她妹妹是不是一四 我不記得算了 因為她以為她是阿鹿的 應該是魔法師的同黨 我想應該是 我覺得這件事沒可能 她明明追著阿鹿 她知道她有沒有同黨 那我先解釋 一開始我想說 既然因為她可能以為 假設她是魔法師的同黨 所以用魔法打她好像很正常 但是之後她出了一個設定 原來其實是什麼呢 在現世界裏面 無論打什麼人 其實都不可以用魔法去打 然後我就說 那你這些追殺的人都很有趣 那我就明白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拿鐵劍的那個人 他的能力是什麼 而 我想鐵劍變成木刀的能力 當然我不知道究竟 用鐵劍的那個人 究竟他的魔法能力是什麼 而可能 就是因為他的鐵劍 原本就是魔法來 所以他要把他變成一個追起 而令到就是間接 他可以攻擊對手 而不犯規的 所以 可能追起鐵劍 其實是合理的 不是 他不能魔法攻擊 就是用物力攻擊你 就由你 但是這個設定是不合理的 因為他哥哥 阿十的時候 他不是封住了窗口 用兵 用刀 用兵 用兵 只要他打錯 他哥哥就完蛋了 應該這樣說 這件事裡面 這個世界是有一個 系統判定就是 只要你不打中 不打中任何人 不打中任何人 其實 就不會出事 不是 說一下 你的魔法不是屬於直接攻擊別人 你不小心 你不傷 坐槍動扭 不行 不行 不傷到計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另一位女主角叫胡陶 其實他就是 他就是 他打中了那一刻 他應該是 那位人兄應該是 不會被奪取魔力的 就是因為打中了 當然 這傢伙是很勇敢的 他明知道 有這樣的條件 他都會用 這傢伙是勇者 他自殺了這傢伙 我說魔法師其實是卡的 但問題是 是不是 每個魔法師都知道這項規則 根據第二集 他講的那個設定 他們應該是所有魔法師 共同協定了 他就說在現實世界裏面 他們是這件事 所以這個應該是最基本 最基本 一個最低階 最低階 最低階 甚至是低於E階的魔法師 都應該會知道的這個條件 那很簡單 阿鹿逃走的時候 根本都不用逃走 你要魔法轟我 立即接了他 立即你死 所以你看到 開頭 為什麼他們來了四個人 好像是四個人 只有鐵劍 鐵劍 其他人就知道 我出手大鑊 當然要找一個拿著 打 打死了人 是不會計算的 不 你看到之後 最俗戰 十三 即是個機有彈出來 那條女生拿魔法招呼他 他有沒有實識的地方 這條人 這條人不是神經病 這條人 我想說 這條人就是勇者 你要幻想一個情況 他為了完成這個任務 不適犧牲自己的魔力 他為了達到目的 這些叫做什麼 偉大 偉大 他自己倒了一旦 就把魔法招呼出來 不如說 之前追去那群 有個女兒 女兒遇到男主角 那個男朋友 一三 立即用魔法招呼他 那又怎樣解釋 他應該沒有用 這群人 老實說 這些就是有覺悟 你一般有覺悟的死者 那問題是 不適為了殺死女主角 而來到現實世界 而不適犯了禁忌 去完成他們的任務 這些不是什麼惡專業 我想問問你 你的任務就是抓魯 或者殺死他 還是怎樣也好 你跟著遇到一個普通人的時候 立即用魔法招呼他 這完全不合理,一納雜就變成魔法師,那又有什麼用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定很奇怪 設定不怪,做的很奇怪 這群他們應該是一群殺手,一群殺手遇到人,他們就去殺人 是一群很合理的事,這是專業的 你都不用魔法殺人的 或者限制逃走,這些我覺得是合理的 你遇到一個完全跟任務目標無關的人,你都用魔法崩了 你是不是怎樣?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譬如,樹齡是初的 那群不是殺手,那群是自殺式的 都是殺手 他是以爆死自己來爆死人為一個目的 但問題是殺手不應該殺完人自己都死了 沒有說過的 No,No,No,他是殺不到人,但自己死了 一個那群是殺手,一個殺不到人的人都可以自稱殺手 不過你殺不到人的意思 所以這個設定很奇怪 剛才二人自己說的東西,那個是真的鬥不到的 我都承認 在一個轉角位,突然看到一個 完全跟任務目標無關的人 普通人 而他亦都聯想不到什麼目標,而同一個目標有關的人 然後他就用魔法崩他 而崩他現在是什麼呢? 就問他,咦?你是誰? 然後就一下子就崩下去了 那其實... 然後死了 不可能之後會不會解釋,譬如,女兒有男性恐懼症的 這些 沒有的,你退場 退場 你是不是交接,還是 那群已經退場了 那群已經 當然,我們剛才講到那一節就是說 因為這個五傷事件 胡桃和一三 一三五十,本來四對一的陣型變成四對四 一三就是這個火焰魔法 破壞魔法 破壞啊 火焰,破壞是他的系統 能力是火焰 爆炸或者叫 裏面沒有說的 第二集我說了 有嗎? 有啊 很像壞魔法 水爆魔法 你壞的那邊有說火 不是,那個效果是... 爆火這個能力 那個拳是有著火 然後,女豬的暫時 胡桃不知道什麼能力 什麼不知道魔法 很像啊 令到恐怖變大 魔法 如果他那個能力的話 他應該才是出氣能力 那就是什麼魔法 你不要理 就是他令到那群人 要大就得 要小就得 得了 那當然不知 他一用魔法 就令到恐怖變大 這東西明顯是Service 這個頭會不會變大 不是說不定 後面那幾集可以 頭會變大 那是神奇先生 然後 當然 他們 好像 在那一刻 他們先 追逐 追殺 這個阿鹿的人 那一刻才經過 就說 你這個廢 你幹嘛有魔法啊 你不明白 然後說 你怎麼說 我哪有槍圖啊 嘩 簡直 你終於都要了解這個事實 被死殺了 然後說 你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哈哈哈哈 他就說 好像這班人 應該這樣說 問題是 他之前已經用了一次 他封了槍 他已經用了一次 沒有發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些 所謂的武俠片 就是一些神秘的組織 那些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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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個都不認識大家的 而這裏不認識的程度 就是什麼呢 不認識的就是 原來你連最基本的鬼質 你都不知道的 即是什麼 毒脈無縮 不是啊 純粹是可能 他那班壞學生來講 完全不上課 上課有教這件事 他不知道的情況 他真的失敗 等他的同伴出了事之後 原來我們不可以用魔法 對於這些人 挖了別人 對於學員的人 就使得做死這些人 因為那些人沒有神識 對於學生 然後再次就是這個 第二回合 吹氣鐵劍對峙 袋製竹刀 不是 接著是用木刀 當然他知道 用這個 生效的竹刀 是不能夠對付這個罪 所以他就用了一把 木刀和小物竹刀 你是不是搞錯了 木刀是殺過竹刀的 不是嗎 特量來說 特量來說 是銀魂的 原來是這樣 然後又是用木製的刀 對鐵劍 當然 你肯定我把鐵劍 先擋住 當然 這一場主角不停發揮他的偷看劇本能力 不停偷看劇本 最後以他的捉刀的技術 再加上偷看劇本 你應該說他是迴避的能力 他扭動過新的能力 當然 總之他是一個鮮毒的能力 令到他加上他的劍術 勝過他的對手 其實不關他的劍術事 只不過他有同伴幫他手 放閃光彈 放閃光彈 攻擊的 剛剛沒有問題 其實 我打算他的招呼喊了幾型 喊完招呼喊 整個都好像有Laser 大氣閃光彈 他不可以殺人 他不可以直接攻擊對手 放閃光彈 所以 當然 在這一集中 我們看到 究竟魔法不可以攻擊人 其實 以這個設定來說 阿鹿應該失去魔力 因為 其實條件 是 你中了魔法 你就會成為魔法師 那 阿鹿用槍射阿武的時候 如果他是射不中阿武的話 阿武是不可能覺醒到魔法的 而如果 基於這個條件之下 阿武是需要有魔法的話 即是阿鹿是打傷了他 如果他打傷了他 阿鹿應該失去了魔力 那這件事 不是他沒有打撞 他打中牆 然後牆流了一些粉 這樣出來 然後就會影響到他身體裡面 由人類轉變轉跡成為魔法師 這就是阿鹿所講的這件事 炎黃龍 怎樣 淋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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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一變二變四 這集就變了四個 但是你那邊死了 然後還要跟你說他變不回人類 你以後都沒有辦法 可以 沒有說變不回人類 是說你現在已經是擁有魔力了 第二集就開始解釋魔法世界的結構 第二集就開始解釋這個魔法世界的結構 為世界構成 第二集開始解釋 第一集中段開打之前 那女兒兩人在家就這麼安全 趕了很久 即是說我是魔法師 我差點去給他背面 你幫我 魔法師不需要三十歲 現在做到的 你 有嗎你有希望 第二集中 他們去到這個崩壞的世界 即是魔法師的世界 開始解釋這個故事 究竟這個設定是怎樣 這個世界是怎樣來的 原來是1999年 恐怖大王從天而過 人家後已經毀滅了 1999年不是澳門回歸 所以就連有錢派 就分了一個沒有錢派的 沒有錢派 我們這兩個都有錢派 那處於崩壞的世界沒有錢派 沒有錢派的魔法師 其實我真的想這樣解釋 有媽是有錢派的魔法師 為甚麼 有錢派的 有錢派的是正常世界 而那群魔法師 其實是因為在崩壞世界裡爭奪 他們就是爭奪什麼呢 爭奪現實世界裡的權利 他們因為他們沒有錢派 但是有錢派的人數實在太有限了 所以他們要去爭奪 究竟誰能夠得到有錢派的權利 好像來了題 應該說1999年就出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鬼鬼的魔法師 然後他就出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鬼鬼的世界性的毀滅魔法 什麼最後的魔法師 隨便 隨便 不知道什麼巧巧吧 然後被15個魔法師對抗 三個 不是 15 15個 15個魔法師都不是對抗的 他們控制不了的 只不過可以把這個世界一分為二 然後其中一個世界就被這個世界性的毀滅魔法毀滅了 這個就是現在的魔法世界 沒有毀滅到就是現在的魔法世界 對 而這個世界裏面就是當發生了這件事 其實這個崩壞的魔法世界 其實已經會不停邁向滅亡了 但是 不是應該是未總亡了嗎 沒有 只是現在進行式 其實我又不明白 那為什麼這群三條戒指 又要去一個就是毀滅的地方 那些人好像移民在香港這樣死 你要知道他不想 你要明白 我剛才也說了一句 主角最多 他是想去地獄 一個崩壞的世界就夠地獄 就是有錢派都不要 那有人真的不喜歡他 他寫了他有錢派的權利 會不希望 那當然你說故事就是 這幫崩壞世界的魔法師 協定了就是 誰在崩壞世界裏面 只是在崩壞世界裏面打架 那誰打贏了就會得到 就是現實世界的支配權 那故事就是 故事的背景就是這樣 然後當然就是問主角說 嗯 你給個選擇 你要放棄人類的身份 就好像革命機一樣 有一個制給你yes or no 他這樣就說 你要成為魔法師 還是失去所有魔力 成為一個普通人 去回有錢派的世界呢 那男主角因為 鑑於他非常想落地獄的關係 他就選擇了 留在這個崩壞世界裏面 不是他衡量過這個崩壞世界 和他家裏的話 他都是選擇了這個崩壞世界 那跟著 一三就 一三其實就說 我沒所謂 我的朋友在這裏 我就去 機友 機友一起過來 那五十更加 那五十更加不用說 他排到這麼後 五十就 不行了 我要看著兒子 那 不是啦 純粹是這些劇情 通常是聽小號碼的 我作主的 不是 他 看一看 男生想個女主角 他不開心 女朋友也要交來過來 當然不是 以這個數字來說 他是七奶 七 七 六 然後他五十 五四三二一 然後有排都排不到他 一萬一個 應該大概等兩三個月 兩個月 一三都排得早了他 大哥 你們說六合彩 還是皇帝搞女 然後進入了這個學園 魔法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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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魔法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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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集最主要就是 解釋劇情 和主角找到他的法器 嗯 那主角你排得多了 劍劍毅 其實你知不知道 那一下 當男主角去找法器 那一節 然後 其實 好像 他以後說到法器 我感覺好像很凝重 然後就說 其實隨便找夠 那間店舖好像說 RP 這些武器商店舖 不是呀 那些是全部前代勇者 這個就是前前代勇者 而那位大叔 他好像叫自己大叔 真的好 我又不用說名字了 那位大叔 介紹阿 阿姆 他就 要這把 你不要叫阿姆 不如叫阿七 阿七 OK 好 好 叫阿七 推介他一把 當年十五位魔法師 其中之一個用過的劍 魔法師為何用劍 為何你這麼名貴這麼最多的劍 為何 好明白 其實 我覺得那個老闆 其實他的心態是甚麼呢 因為他說過那把劍 其他人用的話 很容易會 暴走 會發作 但如果 同樣是 迴避魔法的人 用一走 OK 這件事 其實我看到就是 老闆根本是想處理不良品 但問題是 其實我不明白 你的系統只有六個 那有六份一個人都應該 是用回避 那這件死亡 這件事 不對的 他只不過分了六個系統 說不定有一個系統 有八成的人都有一個系統 這麼廢話 他沒有說過平均分配 說不定是迴避系 其實是世界上只有0.0001%的人才是迴避系 六種是 六種是 經常分到類的 還有一種叫 第七種特異的 那個就是 把握手 Hunter 不要理他 那些外掛 不重要的 因為 他為何會 因為主角去找這個分身 找法器的時候 他就說 最好就是日本刀 因為他練劍刀 他經過就說 要不要捉到他 OK的 沒有問題 但捉到不夠那把劍打 然後我就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覺不覺得 主角之後拿到那把法器的劍 和第一集 那位仁兄拿著那把鐵劍 其實是很相似的 劍的差不多 然後我就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原來第一集那個人 是沒有蚊超的 沒有蚊超 沒有蚊超 即是蚊出蚊 沒有蚊出蚊 因為其實你第二集裡面 主角才會拔刀 拔了一把日本刀的劍 但是 那把東西套著那把東西之後 是整把鐵的 而我就發現 我就發現到第一集 握那把東西 其實跟他好似 然後我就很肯定 第一集那個人 是忘記了蚊超 他設計可以不同 他不一定 那原鐵重劍就不需要 拔了四人 我只是假設 當然 大叔老闆就為了處理 不良品 什麼做生意 送給他的 為了處理不良品 就說 你選這把 他是很極力銷售這把劍的 你看到他已經不銷售其他東西了 已經是 試一下關係 試一把就算了 顯然 還有你看到的 跟著大叔 是拿了那把 類似捉刀的東西出來 即是 主角用開那把 很厲害 主角第一集 可以很神地 對著那把 吹氣鐵劍 打那把 類似的東西 然後跟著 就叫主角 你試試運魔力 然後跟著 其實那裡是直接 想害死他 他是想 他是想試一下這件 其實我想說 他是想處理不良品 他就是想試一下 究竟一個 其實 我覺得他說 迴避是魔法用的 沒有問題 其實他是講一下 他想試一下 我之前五系都試過 還有迴避是否試過 你這條是迴避 對了 我就解釋這把劍給你 可能老闆問了 你什麼系 迴避是 對了 如果迴避是 的話用這把劍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但當主角說 其實我的特質是 對了 如果你特質是 用這把劍 絕對沒有問題 即是NPC的對白 無論你說什麼 我都可以說 你真是偉大的勇者 這把劍是真的 神經病 然後 就叫主角 無緣無緣無故 使用這把劍 運魔力進去 劍裡 然後 無緣無故 多了個彈甲的東西出來 然後就告訴你 這把劍 其實這把不是普通的劍 這把劍可以進入不同類型的魔法的人的子彈 灌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暗示 其實那三飛是原靈子彈 神速 什麼煤劍魔法用到 現在你說不同系的魔法都可以有不同的特徵 那那些魔法做什麼 不是 他應該這麼說 發動持有者這把劍 只要是回避魔法的人 那把劍就不會暴走 而入子彈 是這把劍的附加功能 特殊功能 那其他魔法是用了會暴走 沒有用來做什麼 不是 只用這把劍 現在只是回避魔法 你用一顆子彈都沒有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持有者 不是 你應該說 如果以現在RPG的顯示 就是你看到武器這一欄 寫著 迴避者適用 是的 那它的功能 你就可以揉三發子彈 那三發子彈 可以用其他系的人 借它的能力放在這個子彈裡面 那當然這個 當然是這個魔法彈的system 其實有好幾套作品都有 都有 拉拉霞是其中一套較出名的 其實還有其他的 不說那麼多 那第二集就到了這裏 那究竟其實這套 其實都是做了很多設定的事 然後講了很多笑話出來給我 其實它已經講出了這條主線 就是說你集齊十五個人 那十五個人應該由一排到十五的 十三其實是隱脅的 沒錯 沒錯 但那五十的應該是拿牛灘 絕對沒有他份 看一看,學完張 然後可能男主角找了14條 找不到15,不如你50的名字改一改姓 好嗎? 嘩,很有道理啊 夜人仔今天這麼英明 你50個嫁給7已經好 我看他的童話真的好興奮 很想說 很想推介給大家 只要7取到50 50就變成7,可以改姓 大家可以去較幼轉數 這套戲當然應該是很演型的 好像飛彈那類型的套路 我覺得應該會 但我覺得他那種開頭是很差的 無論我看任何這類型的影片 聽說這些好像沒有什麼內容 或者比較公式的影片 我未見過有一套被人追殺的 然後站在那裡不斷趕設定 下一集又有5分鐘的時間在那裡趕設定 我覺得是這個 這個世代的 戰鬥裡輕小說的壞習慣 很大的壞習慣就是 其實他將一些 其實很簡單的 其實因為他們現在的輕小說的很多都是 商業性質來說他們是不能等的 他們一定要不停去 去劇情去某一個位置 然後就拉長那一段 那些人最喜歡看受歡迎的那一段 而其實很簡單的 你用夏娜去比較 《魔法戰爭》這一節 其實可能是夏娜的半本書 甚至是整本書的劇情 已經是在說的 反而覺得是 他有個設定 他想了個設定出來 但是那些作者 他不懂得融入他自己的劇情 來表達他的世界觀出來 一定要用這種說明書式的 來講出來 那些人在台上讀自己的感覺 總之是 那一刻劇情需要用到 他就會去解釋這個設定 他不是事前說 其實很多 我這樣說 很多比較出色或出色的設定 戰鬥類型的作品 其實很多時候其實是 在開戰前已經講了某些設定 然後是什麼呢 之後就 為了突顯 用一些劇情來突顯 主角的聰明 就是 可能說你怎樣轉 這個納粒 去怎樣運用這種能力 而顯得就是 主角有多有聰明 有才智 有實力 另外也帶到 他那個 比如說遊戲設定 這些什麼 他就說 他不會違背這個設定 這個是 設定的最大原則 不能改變 但是 這裡面就是 當然 他靠一個敵人的路殘 告訴你 其實他們是不記得這件事 還有就是 其實 來到現實質 現實質去打 敵人 其實是一件很不致的事 其實是一件 他又不會說 那些魔法師來到現實質 其實是會用另類的方法 但是其實他也沒有提到 阿鹿為何要來現實質 他殺我病患 不是阿哥 殺我病患 不是阿哥是找他 阿哥追著他 為何會找阿哥 這個是介於先和蛋先的問題 首先就是 他要令到他阿哥恢復記憶 所以他來現實世界 而他阿哥為了追殺他 而來了現實世界 究竟是誰來了現實世界 誰告訴他 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而來現實世界 他一開始追殺他 他一開始說 他一開始說 他來現實世界 他來這裡 我不知道他是逃亡還是什麼 總之 他講到就是 來現實世界是有事要去做 沒有阿 但你整個程度有什麼做過呢 就是老殘传染了三個正常人 對阿 找到同胞partner來打 其實這個是目標 因為我一個人不夠打 所以要去現實世界抓三個人過來 做我的同胞 我成功heartset了三個人進來 沒有的 他都有給你選擇 你可以選擇不做 你選擇不做 你選擇不做 不知道有什麼效果 他沒有的 他只是拿回你的魔力 拿回你的魔力 會不會已經是死亡狀態 以人類的身份去死亡 這個當然是在解釋說明上 有不足的問題 當然 這個最終結果就是 他們答應了的話 當然是不需要解釋 究竟如何抽出魔力 這個問題 總之他帶了三個人進入魔法世界 這個遊戲入面玩 我會覺得這套東西 雖然它是一套奇幻的戰鬥番 但是我覺得會 我怕它 雖然會是充滿笑點的戰鬥娛樂番 他第一集已經帶給我們寬朗 我覺得很反感 我沒有說他不反感 我看完兩集之後 我都覺得這套東西是挺反感的 不好意思 我看完第一集已經想CUT了 我看了半集已經想CUT了 有那種感覺 你看看完 真的是扯火 扯火那種火屬性 這套東西 適合冬天去看 適合什麼人去看 適合 對數字有異常執著的人 不用記人名的人 還有 要做節目的人 還有你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充滿喜感的人 你可以將你的喜感 將這套東西帶動下去的話 我完全推薦你看這套東西 那不是應該推薦做編劇嗎 拿橋段 拿點子 這就算了 還有或者是覺得自己最近 新紙藥要虛火上升下的 都不妨去看這套東西 我覺得都OK的 其實 這套我們就到這裡 下一集回來